面对中共展开为期三天的军演 国防部也公布了最新的反制画面 包括在台北市出动了爱国者飞弹 而防炮部队官兵操作三五快炮 以及天兵雷达等等的画面 来展现捍卫领空的能力跟决心 另外从5月开始也预计就要扩大戒备了 在共军可能对台两栖登陆的地点 也就是红色沙滩 包含是淡水 金山 桃园 宜兰 台东等地 来实施试灯与战备攻防检验 而这也将会是国军二十多年以来 首度对于可能登陆沙滩 实施的最大规模战备体检 空军防空部队进行防空警戒政务 就在台北市闹区部署 背后还能清楚看见台北101 就在总统蔡英文出访结束之后 中国解放军宣布展开为期三天的军演 国军严阵以待公布最新的战备画面 包括爱国者防空飞弹 三五快炮跟天兵雷达 强化防空不止如此 国军在五月初将扩大演习 针对解放军可能对台两栖登陆的 七到八处红色沙滩 实时试登跟战备攻防检验 从桃园观音淡水河口 新北金山宜兰等等 都是演习的地点 假如海上允许海军陆战队 AAV拐突击车 有望搭配陆航直升机 模拟反渗透任务 大胆假设中国的目标不只有台湾 国军除了大动作反制 总统蔡英文日前也召开国安会议 只是这一张图却被质疑不够专业 前国安会秘书长杨永明就说 会中没有任何军方人士 立委王宏威也怒哄 怎么包括前民进党民调中心主任 跟选对会前执行长都在场 究竟是咨询台海情势 还是咨询选举状况 我们希望两岸和平 我们不希望任何的这个战争发生 可是总是要避免 别人对我们的侵犯 所以一定的嚇阻是必要的 总统府回应可以理解杨永明任职时 没有相关的建制跟各种装备整备 也确实对当前有相当的数位落差 而面对对岸于日俱增的威胁 我均会持续展现坚定捍卫主权的决心 华氏新闻简红奇商新闻 SNG小组在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林一文 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 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 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